大家好,我是Pen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兩個我們常用到的文字特效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常用到的 手寫的這種感覺 這也是我們常常在使用到 動畫時常製作的一些標題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也是我們常用到的文字特效 它主要會先文字繞著入鏡 然後到入鏡之後 我們可以再增加一些 Animation 就是一些動畫 好,所以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我們的第一個範例 好,所以我們現在先開啟一個專案 我們這邊按一下Ctrl-Alt-N 好,再來我們按一下 選擇這個Project就是我們放素材的地方 我們按一下Ctrl-I 文字特效Image 好,我們這邊有一個AI檔 我們按一下開啟 好,再來我們開啟一個新的Compensation 好,我們按一下Ctrl-N 我們這邊選擇 小的HD 好,這邊 Test-E 我們這邊設定成10秒 10秒就是1000 我們按一下OK 好,這時候我們把這個AI檔直接丟進來 你也可以從這邊直接丟到這裡面來 也可以 好,我們看一下喔 這是我們的 這是古代書法家寫的一些 書法文字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得到這個書法文字喔 我們可以去Google上面直接搜尋 二南堂 好,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直接去購買他們的這個書法字 所以我們會透過這個二南堂字帖 然後在我們的Illustrator裡面 去找到我們要的這兩個文字 就是比較傳統藝術的一些包裝上面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我們要認識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字太小 所以我們會先把它做一個Scale的動作 我們按一下A4 我們做一點Scale的動作 我會發現它如果放到很大的時候 我會發現它會產生一些巨詞的感覺 所以AI檔的話 我們可以認識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就是這個小太陽 當我們選擇小太陽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不管我們怎麼樣去縮放 它都是相量的 好,再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認識一下 我們要去寫的這個字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字 我們可以直接用打字的方式 也可以 好,這邊我們先按一下Ctrl-K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透明 它現在是黑色的 然後如果我們用這種格子的 看久了其實會近視 眼睛會花掉 好,所以我會比較習慣用一個灰色的底 我們按一下Ctrl-K 這邊我們把它改成灰色的 好,再按一下OK OK 好,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透明圖能關掉 開始去認識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手寫的感覺 好,這個地方我們會認識到一個特效 這我們先把它關掉 我們會認識到一個特效 叫做Rite On 我們這邊打WR 我們這邊選擇Rite On 我們把這個Rite On丟到我們這個Layer上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Rite On它的特性 好,這邊它會有它的Brush Size Brush Size 我們先把它放大一下 好,這是Brush Size 我們可以按滾輪 就是變成手 好,這邊有它的Size 然後這邊它的 它的擬石就是它的硬邊 好,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選擇它的硬邊 然後這是它的透明度 我們可以降低一下它的透明度 好,這是 然後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介紹 好,我們先認識一下它這個特性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Brush Possession 好,去設定一下它的這個Keyframe 好,所以我們可以先按一下這個Brush Possession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我們要讓它 開始往後移動 我們這邊有設過Keyframe,我們按一下U 往後移動就是按一下Page Down Page Down的話它會剛好是一格 我們就可以一樣選擇這個Rite On 看一下它這個Brush Possession 我們會產生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好,我們這邊就會再產生一個Keyframe 所以我們按一下Page Down 我們先看一下如果我們要產生像這種直角的 你會發現它會產生一個扭曲的這種感覺 它會產生一個被置的這種扭曲的形態 好,Undo一下 所以如果你這裡要產生直線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在這邊再新增一個Keyframe 我們按一下Page Down 我們才可以把這個地方固定起來 所以你要去如果你要寫那種橫的字或直的字 你必須要在你的這邊產生一個固定的點 不然的話它會產生一個類似像這種扭曲的效果 好,再來我們再認識一個特性就是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它這裡有一個叫做Brush Brush Size 如果我們針對這個東西去設它的Keyframe 你會發現它會全部產生縮放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改變一個東西 它叫做 這裡 我們要把它改成Size 這邊我們要改成Size 我們再下Page Down 我們才可以針對這個地方去產生 我們要的這個縮小的感覺 Page Down 我們才可以去增加我們的這個縮小或放大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改成Size 好,比較重要 好,所以我們現在有認識這個特性 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東西 開始去對我們的字 去產生我們要的這個遮罩 好,我們現在把它刪掉 我們把它還原就好了 還原 我們直接刪掉了 好,我們再做一次 Right On 好,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設定我們要的這個感覺 好,我們先把它改成Hardness 然後這邊我們把它改成Size 好,我們就可以開始把這個東西拉到我們要的這個地方 開始去產生我們要的這個動態遮罩 好,說明一樣把時間軸給到最前面 我們這邊 可以開始針對它去設一下它的Blush Position 好,我們再按一下Page Down 好,我們這邊按一下U U就會打開我們有設過Key的地方 然後Blush Size 我們也可以順便設定一下它的Keyframe 我們再按一下U 好,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改變一下這個Blush Position 我們可以把它的透明度再降低一點點 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完全遮到我們這個字 好,再按一下Page Down 好,繼續畫 好,這邊我們可以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好,再來我們要看一下我們這個筆畫 就是我們這個3的筆畫 好,所以我們現在畫第二撇 我們就必須要把它繞過來這個地方 好,說明一下Page Down 把它繞過來 這裡 好,我們改變一下它的Size 大一點 好,按一下Page Down 繼續去改變這個Keyframe 好,這邊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改變它的Size 好,這邊我們就可以開始去改變它的Size 這邊很重要就是你不能抄出去 因為抄出去它就會變成動態筆刷 好,我們現在在Page Down 我們繼續這裡 這裡就比較重要 我們要把它繞過來 繞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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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地方會要比較細心一點 好,這個地方會要比較細心一點 好,這個我們每天 幾乎常常都會做這種工作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地方 就可以看出來 你到底適不適合做設計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要蠻 要蠻細心的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畫最後一筆 繼續畫 繼續畫 好,在我們一樣按 Page Up就是往前 所以我們 好,繼續畫它 拉過來 好,記得要蓋滿你的所有的字 把它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好,現在我們繼續繞過來 這裡 讓它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先看一下 然後 綁大 pada 這個線 要重新再縮小 Até 這要重新再縮小 這個EM 要重新再縮小一點 這個線 就是全部頂小 好,現在我們對 都重新再縮小一點 我们再按下Page Down 把它捞过来一点 变大一点 这边一样,就是继续按下Page Down 设Key Flake 这个可以小一点 小一点 我们再按下Page 按下Page Down 这样就完成动态遮罩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按Page Down 如果有画错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修正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画完了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变成我们的动态遮罩 就在画的Style 这边 我们要选择Reveal Orange Image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个手写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没有画得很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 所以它就会产生刚刚的这种感觉 这边就多出一撇 所以如果你要画得很仔细的话 你就要去 我们看一下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里 好,这里我们就要稍微再修正一下 好,其实这样子还好 差不多 很远 好,这样子 我们把它的透明度再射到最高 而这个地方其实还蛮细心的 所以晚上可能就不能熬夜或酗酒 因为你手可能会抖 这个多练习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说我们画完了这个动画 你觉得它的秒数太长或太短 我们可以全选 然后你再去按Alt键 去做你要的缩放的动作 比方说我们的动画是2秒 我们就可以 我们按Alt键 好,它就会剩下2秒 好,如果你想要长一点 一样就是 可以把它变慢一点 等一下哦 按Alt键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使用 我们使用Page Down这个方法 是最方便的 因为它刚好就是一个 可以设定成我们要的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如果你用手去拉射key 分量其实是蛮麻烦的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重要 好,这个地方我们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把它还原成 Orange Image 我们看这个点跟点之间它会产生这个间距 如果你因为这个间距 产生它没有办法盖满我们这个字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刚好盖满字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把这个 Brush Spacing 我们可以把它降到最低 你会发现它就会变成 它这个地方它就变成完全是线 它就没有这种球球的感觉 所以这个地方也蛮重要的 如果你因为这个间距 所产生的它并没有盖满字 你这里就要改成它的 Brush Spacing 就要调到最低 我们再把它还原成 动态文字这个效果 好,所以我们这个字大概就完成了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这个 很实用的这种文字手写的方法 因为本来想要把另外一个录完 可是我发现如果录太长 可能会听到想睡觉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手写这个的一些範例 我们看一下 这也是手写的这个方法 可是很常用 你可以用在过年包装 之类的 在我们会 好,下一次我们会介绍 就是文字的这个另外一个範例 因为这个範例其实 会有点小复杂 可是如果观念清楚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感觉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地方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